自己做的老招 干净卫生又好吃 跟着我的方法 在家也能做 零食白 一看就能学会 男人安做菜 媳妇把你爱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师傅 今天来做一个米酒 也叫老汁 我们这个米是头天晚上泡的 至少要泡个十个小时 这样子米拿起来 这样一捏 它就融了 就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捞起来 泡好的米捞起来 这样子倒在蒸洞上面 我们用筷子 这样子插几个漆孔 更容易熟透 再盖上盖子 蒸14分钟 我们把蒸好的糯米 这样子拿出来 倒到碗里面 糯米一定要蒸熟 再用筷子把它泡上 加一些凉开水 目的是让它温度降下来 温度降到30-35度左右 再下注我们的酒去 酒去温度太高的话 用一把汤撕 我这是两斤糯米 放了8克酒去 酒去放下去 我们这样子把它搅拌均匀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一定要把它搅上 我们把搅均匀了 再用一个勺子 这样子把它按平 再在中间 给它有个洞 加一些凉开水在里面 不了太多食凉就可以了 再来用保鲜膜 再用保鲜膜把它密封好 一定要密封好 不能漏漆 这样我们再搅上盖子 放三天左右 这个腦罩就可以了 哈喽大家好 这个腦罩已经新发了5天了 因为这天气温 降温了 有点低 腦罩最好保持在30度左右 新发最快的 这个腦罩已经发好了 这个腦罩你看 我下面还放了一个秘密武器 啥东西 我放了一个乱包包的下面 说说 这样子新发更快 保持它的温度 我来把它打开 离封得好好的 大概就闻到一个酒香味 大家看一下 这个腦罩 发的怎么样 可以吧 我们来舀一些 尝一下 吻起来很舒服的味道 酒香味 吃的甜甜的 酒味不是很高 我们再把做好的腦罩 用个玻璃罐子装起来保存 最好放在冰箱里面 这罐子有点大 一定要密封好 能有油哈 把它盖好 拿来做腦罩汤圆 腦罩蛋 做菜都可以 把食的很 直接做的干净有卫生